哈喽大家好 李毅这个旅美学者 我相信现在呢 很多你只要稍微关心一下 大陆和台湾两岸局势的朋友 应该对这个人应该不陌生 你如果放在三五年前 其实很少人知道有李毅这一号 但是这两年李毅非常火 尤其是在针对台湾这个问题上 李毅是旗帜鲜明的 高举着武统这个旗号 尤其是去年 李毅在台湾旅游爬山的时候 据他自己说爬玉山的时候 被台湾当局抓住 然后一脚踢出台湾大门 把他给遣送了 驱逐出境了 这个也是事实 当时都有录像 当时都有视频 结果这事一出 李毅就更火了 为什么今天突然提到李毅呢 是因为李毅最近他在国内 因为作为一个旅美的一个学者 李毅相当一部分时间 是在大部分时间 是在美国 知道吧 那么他最近就回到国内 而且他也经历了14天之后 现在就在全国各地吧 再来回跑 我上个月我还看见他在广东这边 他还参与了深圳的一个什么论坛 网上都有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 哎呀 李毅这不回国呀 还好 他一回国 看来有人盯上他了 为什么这么说 我刚才不是说吗 李毅参加了好几个论坛 回到国内之后 因为人家现在也是名人了 人家现在也是名人了 那么在深圳 我也不知道是有一个什么单位也好 还是有一个公司也好 总之有个论坛嘛 就请李毅去演讲 这个视频呢 在油管上 大家可以去搜啊 他那个视频 整个一个多小时 我都看了 从头看到尾 这个视频 我看完之后呢 怎么说呢 就是一贯吧 还是李毅一贯的 这种表达方式 就是有的时候 可能他表达起来呢 比较夸张 如果说你经常看李毅的视频的话 有的时候呢 比较风趣 比较幽默 对吧 有的时候甚至有点浮夸 但是说如果你看多了 李毅这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李毅 他要表达的东西的内核 是没有问题的 他的表达方式 也许你不一定能够完全接受 但是他要表达的真实意思 我觉得还都是大部分吧 还都是对的 起码在我看来啊 是对的 很简单 李毅很多年前啊 接受过司马南的一个采访 当时就谈到这个台湾问题 李毅当年就旗帜鲜明的说 解决台湾问题 只有武统一条路 和平统一是绝无可能的 当时我看司马南采访他的时候 司马南都一脸狐疑啊 司马南都觉得有这么严重吗 大家回想一下 如果说三五年前 是吧 或者说六七八年前 你谈到武统台湾的时候 我相信中国大陆内部 也没有这个土壤 对吧 你听起来估计也是一个天方夜谭 对吧 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 我们一天到晚不是挂在嘴边吗 台湾同胞台湾同胞 我们一天到晚不是要对人家 是吧 会台吗 但是那个时候李毅就提出了要武统 原因就是他多次去台湾 而且这个民进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他都见了好多 就是两党那样都比较高层的人 他都接触过 他也沟通过 所以最后呢 他自己总结出来就是和平统一 没有希望 说白了就是不论是蓝 不论是绿 在台湾这些执政党 都是巨统的 只不过是有些党呢 是这个把独立呢 放到桌面上 有些党呢 把这个独立呢 放到桌子底下 仅此 仅此区别而已 那么因为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李毅这次回国 在深圳搞了一次演讲 一个多小时 为什么我说有人盯上他了呢 那么昨天呢 就爆出了一个新闻 新京报啊 大家知道吧 我们国内媒体 新京报呢 有一个记者叫熊志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 李毅在深圳的一个论坛上 说了三句话 他说李毅说了三句话 哪三句话呢 他说第一句话 咱们死了四千多人 等于一个人都没死 就是他在援引李毅的话 就是李毅在说我们这个 新冠防疫的时候 第二句话 咱们差不多也是接近零感染 接近零死亡 第三句 十四亿人死了四千人 那不根本就等于没人得病吗 哎 熊志这个记者就抓住李毅 在这一个多小时视频当中 说了三句话 就开始通篇文章 这篇文章还挺长的 我估计得有大几百字吧 通篇文章就开始给李毅扣帽子了 说李毅是什么呢 叫藐视生命 藐视生命 然后呢以嬉皮笑脸的轻挑口吻 讲出雷人语路 看不到任何对生命的尊重 然后呢对中国的防疫举措 也不够尊重 也对中国的这种防疫最后取得的伟大的成果 也带着这种嬉笑怒骂的感觉 这就是熊志给这个李毅扣的大帽子 因为他这个文章非常长 我们就不一一的读了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这是在新京报官方账号上登的一篇文章 那么大家也知道如果你了解李毅的话 李毅这个嘴呢是从来不饶人 那么李毅针对新京报写的这篇文章 李毅马上做出了回应 我们看一下李毅的是怎么说的 李毅说的就比那个熊志说的要少很多了 李毅说他说我日前在深圳的演讲视频 一共有一个多小时 这个的确是因为我看了 然后呢这个视频呢受到广泛的好评 这个是李毅的说话风格 一看就是李毅说的话 为什么 就是他特别善于夸自己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 而且呢对自己这个夸奖啊 从来是这个一点都不低调 相当高调 他说其中啊 有一段是对比中美两国的抗疫斗争的结果 他说 就是说我说 美国三亿人一千多万人感染 死了二十多万人 中国十四亿人感染八万多人 死了四千多人 那么中美两国相比 中国就等于没人感染 没人死人 这段话从整个视频看啊 有上下文 非常清楚 是赞颂中国抗疫斗争取得的辉煌的成绩 批判美国的抗疫斗争有重大失误 但是啊 他就说这个熊 熊志啊 你故意断章取义 把和美国比这四个字前提删掉啊 无中生有 造谣污蔑 恶毒攻击 恶意诽谤 然后他就说熊志作为一个媒体人缺乏基本的工作技能 然后呢就是 不看我的演讲全文啊 写出这篇对我名誉有极大损害的文章 大概就这个意思 这个大概大概就是他对熊志那篇文章的回应 我看完这个新京报这个姓熊的对李懿的这篇文章之后 我马上就第一印象就啊 第一给我的这个印象 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那个 我的这个视频啊 开头说那句话 就是李懿这次回国 他被有些人盯上了 熊志写的这三句话呀 说李懿什么啊 这三句好像是看似侮辱死者的这三句话 然后呢借此开始大肆发挥啊 把李懿批判的是一文不值 我觉得他不是要批判李懿说的这些话 他其实是要批判李懿这个人 真的 大家不要以为啊 现在这个 好像我们国内普通老百姓是吧 也高举着武统的口号 武统的这个声浪也是越来越高 但是你发现没有 我之前我也做过一个视频 曾经我也批判过我们国内的这些宣传部门 无论是线上的也好 线下的也好 纸质的也好 电子的也好 我们国内这些宣传媒体啊 包括电视台也好 垃圾居多 那么李懿当中呢 他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我非常认可 就是他作为一个媒体人 缺乏基本的工作技能 如果这个熊志 你仅仅是因为工作水平有问题 就像李懿说的你啊 你那篇整个视频你没有看完 你只是摘选了三句话来批判李懿的话 的确证明你不够格当一个记者 真的叫断章取义啊 那还有一种更可怕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熊志他看了整个视频 他故意把有一些比如说像我像刚才那个李懿回应他说的对吧 前后文语境他把这个东西忽略掉他故意挑三句话来整你啊 所谓的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整李懿的目的我说白了就是要打压目前武统的声音把李懿的气焰打下去 哎那么李懿就不会在这个各个大媒体是吧 各大论坛在发生了 因为凡是请李懿去的 因为这次李懿回来他好多地方去请他 好多地方请他去演讲 只要请了李懿势必要谈台湾台湾问题 因为李懿就是因为这个武统台湾这个理论他火的你知道吧 所以他在各个演讲上也好啊座谈上也好啊 大家都请他聊一聊台湾啊 大家也就想听他聊聊台湾 就觉得挺解气你知道说白了 那么新京报这次拿李懿作为一个标靶 在我看来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啊 说李懿什么藐视生命干嘛 根本就不是想说他这个抗议的事 他就想把李懿搞臭 对吧 李懿搞臭 哎李懿如果这个人一臭了 你觉得还有地方会请他去演讲吗 还有地方会请他去座谈吗 对吧 我把你的名声搞臭 我没人请你了 那你的这个你以后说话就没人听了 对不对 你也煽动不起来这么 是吧 这么高涨的这个武统的这个 这个声浪了 当然我也承认李懿没有那么大能量 李懿只不过是当下在当下两岸关系 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正好他也迎合了大陆老百姓 对吧 这个看不惯台湾 受够了台湾 我们已经受够了台湾人的骗的这种心态 因此呢 就是水涨船高 正好李懿他本身他也是这种言论 再加上他这个个人的表达呢 又是比较这个跟别人与众不同 说白了 我不是说过吗 有的时候还挺能拨出位 挺能拨眼球的 在这种情况下 心惊爆 我觉得他是代表了一方势力 故意的打压李懿 把李懿搞臭 让你失去讲话的这个舞台 你现在不是在国内吗 你不是没在国外吗 我就在国内整你 对吧 你看看我们国内这些媒体 你觉得恶不恶心 你要有本事啊 你对着CNN 你对着BBC 你对着福克斯 你开炮 对不对 那是你的同行 你对着同行红啊 你发动你这么大一个媒体机械 媒体的这个机器 你对着李懿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这个就是什么 单个一个教授 对吧 他也没啥背景 我说实话 我也关注李懿相当一段时间了 他也没啥背景 无非就是有些言论火了 大家伙有的时候捧他而已 而且目前来讲 我们看出来啊 李懿其实在整个我们 大陆对台的这个问题上 这个圈子里 他还是比较边缘的 我们主轴啊 还是和平统一 所以李懿跟进 根本就没有进入到 这个所谓的对台政策的 这个智囊的这个核心圈子里 他是边缘人物 但即便如此 新惊爆都不能容忍 这样的身心存在 所以大家你仔细想一想 新惊爆的这个 其心呢 何其歹度 李懿我记得是去年 还是什么时候 那个上海的那个叫什么 陈孔丽吧 不是有个两个 那个一天到晚研究台湾 研究了一辈子 不是有一个90多岁了吗 对吧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他俩 他俩不是也跳出来批判李懿吗 说李懿好像是违反了 是吧 这个我们党中央一贯支持的 和平统一的这个基本的国策 好像是跟我们中国共产党对着干 你发现没有 我们国内这帮人呢 他就是搞窝里横 搞窝里都有本事 我之前我也做过视频 我也痛骂过这个姓陈的 这个90多岁这个老家伙 研究台湾研究了一辈子 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 还是要和平统一 那你就不用研究了 懂了没 你还用你研究个屁啊 和平统一 越研究 越和平统一越没希望 你这辈子 除了领工资 除了拿奖金之外 你还对这个中国做出什么实质性贡献了 你比李毅要我说你差远了你 你还一天到晚顶着什么国内什么台湾问题权威 台湾问题太斗 你除了那个年纪像太斗 你哪点像太斗啊 你 我曾有一个视频 我专门骂过他 咱今天不想这个在他身上浪费口舌 咱就说这个心情报 他绝对代表了一方势力 背后没那么简单 我还是那句话 所以我个人我是坚决支持李毅 尽管他有的时候表达方式 我也不一定都认同 但是仅限于我对他表达方式的 这个意见而已 他所要表达的内容 我是赞成的 对吧 正如他所说现在台湾问题要解决台湾问题 除了武统还有第二条路吗 而且人家李毅说武统 他也不是说要学习台湾 对吧 他是以武逼统 对吧 所谓的北平模式 北平模式不是也是李毅提出来的吗 我是没听说过我问国内有哪位大教授 之前提出过北平模式在李毅之前 没有啊 我就是从他嘴里听到北平模式 之前不是大家所有是吧 从上到下 大家不是所有都举着这个和平统一这杆大旗吗 相当于就是等于是你们这帮媒体也好 你们这帮所谓的教授也好 在国内的 你上骗党中央 下骗中国老百姓 把我们骗了这么多年 你们到底跟台湾台独之间到底有什么毛你 你们为什么这么害怕中国大陆把台湾统一了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包括这个新京报 你这次仅仅是因为李毅说了几句话吗 针对抗议问题说了几句你你不是不中听的话吗 绝对没这么简单好不好 新京报你不要他妈装孙子了 我们国内媒体就是那样 我还是那句话 你有本事你从着老外 对吧 新京报难道你的记者里边没有懂英语的吗 你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不搞一个什么英文的那个 这个媒体 或者是一个分战也好 一个分频道也好 你像BBC BBCCNN 人家都有中文媒体 你们怎么就没有本事搞了一个英文的频道呢 你给他怼呀 你给他干呢 这个那个战场才是你新京报应该去的战场 你不要一天到晚 他妈中国2020年这一年过得容易吗 不仅要面临的国外的压力 新京报你这个时候你还突然跳出来 搞他妈窝里豆 窝里豆的对象还是李毅 这么敏感的一个人物 李毅这个人是没什么地位 我还是那句话 没什么地位 也没什么这个学术位置 他说白了就是有点像学术界的网红 在我看来 人家网红归网红 但是人家的这个言论 为什么能得到中国很多老百姓 输到中国老百姓心窝里去 新京报你看你有哪篇文章 中国老百姓这个拍手称赞的 你他妈养那么多记者 你一年花多国家多少钱 你不是也是顶着党媒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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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面大旗的吗 你一天到晚忽假忽微的 最正恶心我跟你说 中国国内有些媒体啊 屁本是没有 就他妈搞过里 过里横行 李毅他妈在国外的时候 我也没见你骂他呀 怎么一刚一回国 你就开始对人就开始 叮叮叮就开始开炮了呢 你就这点本事啊 姓雄的雄志 太他妈丢人了我跟你说 啊你说李毅就说那几句话 对吧 藐视生命啊 这个怎么就是这个藐视我们抗议成果 那他妈中国冲着 这个特朗普也好 或者是美国政府也好 冲着中国这一年抗议 他说的有一句好话吗 他哪一句话不是直接戳 他妈的中国老百姓心窝子的 你新听报就不能翻译成英文 你他妈站出来跟他怼吗 啊 养你们他妈这帮人干嘛吃的 搞礼意你有本事 搞他妈美国 你他妈你能在呢 你能在去哪了 你是充分发挥了他妈监督国内的这个 功能了你是 啊 中国他妈老百姓啊 中国普通老百姓 除了他妈受老外的气 还得收着你新听报去 你要不要点脸呢 总之我还是那句话 啊 李毅回国这次要小心 我觉得不光是新听报 肯定有一些媒体瞄着他呢 啊 再加上李毅这人说话吧 不是说了吗 大大咧咧 对吧 说话比较夸张 有的时候比较浮夸 他容易被人抓住一个小辫子 你看就有了 这不就来了吗 一个多少是视频 他中间有三句话 人家就就揪出来了 说你政治不正确 我就要给你扣帽子 我就要搞臭你 所以李毅这次要 还真的要稍微小心点 你不要以为好像你去年在台湾 爬玉山的时候被台湾当局驱逐了 我跟你说你现在在国内 在大陆 也有很多人看你不顺眼 啊 我们我我跟你说 我们中国呀不缺汉奸 真的 我相信李毅教授 你也知道这个 咱中国真不缺汉奸 什么时候都不缺 要不是这两年 是吧 今年又是今年抗议 台湾人终于露出了自己邪恶的面孔 是吧 对大陆拒绝出口口罩 到现在武汉肺炎 武汉肺炎 全世界就他一个地方叫武汉肺炎 哪还有国家叫武汉肺炎的 今年是台湾和大陆彻底撕破脸 而且是人民老百姓之间彻底撕破脸 要不是因为今年我跟你说 普通老百姓 中国大陆老百姓还把人家当同胞的 还把人家当做那个什么 这个中国人呢 你是不是 我就说熊志新庆报 你是不是怎么台独他们的这个一伙的 啊 你给他们护航看看 啊 谁支持武统我就打击谁 是吧 谁武统的声音高涨 我就要把他把谁整臭 这不就你新庆报现在做的事吗 啊 你敢不敢把李毅那篇整整天的那个演讲的那个全文 你放到你们新庆报上 你让读者 是吧 大家评论评论 你批判李毅这句话 能说得过去吗 你当他妈的中国老百姓都是傻子呢 你说 那个谁 李毅说了三句话 大家就是 你就像我似的 我假如说没有看过这个视频啊 如果说熊志 我看了先看了熊志这篇文章 反倒我要回头我要去看看李毅通篇的视频 不就一个多少时吗 看完之后我相信很多中国老百姓有自己的判断 李毅说这三句话是不是说污蔑中国的这个抗议成果 是吧不尊重生命 人家不傻 中国老百姓不傻 你们能不能不要把中国老百姓当成傻逼 拜托 啊就像你一天到晚忽悠我们 台湾是宝岛 台湾人是宝岛 台湾人是重包 对吧 我们大家一定要和平统一 我们一定要会台啊 会你妈个头啊 会 李毅教授 你得小心点 真的 你得小心点 国内很多人看你不顺眼 因为你的所谓武统台湾这个言论已经动了国内很多人的蛋糕了 就这么简单 说白了就是他们在国内 他们在大陆一直跟台独那帮分子里应外合 巨统巨统不光是台湾人的事 大陆我相信有一些利益集团利益团体 包括有一些领导干部肯定跟他们一伙的百分之百 都瞒着党中央的 知道吧 都瞒着高层的 都在私底下在这 狗狗切切 搞这些他妈见不得人的这些勾当 恶心呢 都他妈汉奸